周四下午,部分民众在洛杉矶中国城集会 抗议倒旗球场与洛杉矶联合车站之间的空中缆车项目计划 他们表示,横跨中国城上空的缆车不仅无法缓解交通拥堵 还将造成社区民众的诸多不便 资料显示,缆车造价约3亿美元,每小时可运送1万人 这1.2英里的路程所需时间约6至7分钟 官方预计,缆车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建成 并且提供持有求赛盟票者和附近居民免费达成 此前,洛杉矶市府曾因缆车塔楼将占用建造可负担住房的土地 而反对这个项目 非盈利组织California Endowment也曾控告Ele Metro未按照规定 与项目提出方签约 因此质疑项目的可行性 但遭法官驳回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伯远、林永峰、洛杉矶采访报导 本市场上在本市场上在本市场上下 本市场上在本市场上上楼下они ann